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8月26日 第二卷第三章十四节 引用经文罗马书十一章六节 三十五至三十六节 并非神的恩典取代人的意志 乃是人的意志完全依靠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并没有抹杀人的意志 乃是将人原本向恶的意志改变为向善的意志 并且继续掌管引导使向善的意志行事 结出圣洁的果子 信徒的意志并非被动地被外力强迫 乃是被释放得自由 从心里乐意顺从神 神将特别地救赎恩典赐给他的选民 他并没有将此恩典赐给所有的人 他赐恩典并非按照人的行为功劳 也不是按照人的意志有无向善之心 他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 无条件的 是任何人都不配得的 他没有义务要赐恩给任何罪人 如果神没有赐救恩给这人或那人 这是出于他公义的审判 有人说 神的恩典赐给你 如果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没有拒绝 他就会继续赐恩典给你 作为你配得的奖赏 这种善行配得更多的恩典做回报的说法 是以人为本的功德观作祟带来的邪说谬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恩典若是配得的就根本不是恩典了 我们一切的善行都是出于恩典 这恩典并非是对我们善行功德的奖赏 好像不给我们就是亏负我们 其实谁是先给了神 使他后来偿还呢 人并非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而获得神的恩典 乃是神的恩典而使人的意志得以自由 神的恩典改变人心 使其意志悔改归正 就继续兼顾此意志 神的全能恩典 刚强信徒的意志 没有任何势力能夺取我们的意志 它使我们的意志在恩典之下永不灭亡 我们的意志 若离开了恩典就必定软弱跌倒 主的恩典将我们的意志改换更新 我们能立志向善 行事向善 蒙保守到底 都是完全倚靠神的旨意与恩典 绝不是出于人自己的功劳 所以 若非神的恩典 人的意志不能回转归向神 也不可能坚韧地跟随主的教宗性 意志所能做的一切 都是唯独倚靠神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